我們真的要非常感謝這高等行政院的法官明察邱豪爾 那個端正官立志的做法 那我們必須在此強調 這樣的判決在在實時的證實台北市政府跟開發行為立山林公司過去所做的這些所作所為是不極為不當的 北投呢大家都知道是美麗的風華小城 應該發展軟體像是我們的深度旅遊 或者是拓展有國際觀的這種自然人文體驗的行程 而不是一味的用浩大喜功的破壞山水的這種硬體建設 然後呢來提高或是說促進地方的經濟發展 在這裡已經住了三十四年了 我參加了議會的那個審核 他們快速的通關 還有對我們裡面的粗暴 我深深感受到那個被淋滅的感覺 所以我今天聽到說我們勝利了 我非常高興也非常激動 眼淚就要掉下來 我真的要謝謝在地的所有的我們的鄉親 還有我們的里長還有我們的長官 很多知識分子在給我們幫忙 我深深給大家一局功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謝謝 就經過這個公園我都好傷心 因為他不是我小時候的樣子了 就為了一個北欄 就為了很多個建設 那今天大家一路走來 始終如一 沒有錯像楊老師講的 我們要做對的事情 那繼續下來有看到年輕人的接手 那我們更加的覺得 北欄很希望的 北欄很希望的 希望大家繼續走下去 因為今天只是小小的一個勝利 我們未來還有很大的路子要走 所以讓我們一起來 一起走這一段路 也謝謝年輕人你們終於接手了 謝謝你們 謝謝 其實今天的勝利不代表 是這條路的終點 我相信後面還有一段路要走 但是今天的勝利帶給北投居民 是一股力量告訴我們 這個世界永遠需要有人堅持做對的事情 我們在十九年抗議的路的 這個路程當中 很多的朋友告訴我 貓欄蓋起來了 你們北欄遲早有一天要蓋 我常講 我們巴頭聯協會的所有的朋友 堅持的是一個公開 公正公平公益的一個決策過程 而不是只有在最後他蓋 或不蓋 去年環評通過的同時呢 我們也對法院遞出了台北市政府 這個圖利廠商的一個告發喔 但是呢 檢調單位呢 連調查都沒有就把它終結喔 那我們今天看到這個判決呢 法院再一次的呢 確認台北市政府的違法 撤銷他這個環評 對照最近那麼多的高官 行賄的案件 大家回想當年九十五年 第三名行賄了內政部次長 行賄了陽明山國家公園處長 你想他怎麼可能會沒有行賄 這個單位BOT的主辦機關 跟台北市政府呢 所以今天的這個判決呢 我們再一次的呼籲 強調要求 希望 警政單位應該要針對 台北市政府本案BOT的部分呢 重啟調查 今天早上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宣判第一審北投居民勝訴 這個有幾個重要的意義 因為就像青年不北欄的朋友剛剛講的 這個案子明明有三分之二的土地 在國家公園裡面 憑台北市政府來審 而且台北市政府 跟立山林公司 根本就是這個BOT案的 共同開發行為人 左手開發 右手審環評 全員兼裁判 這樣子 公正嗎 然後再來 大家知道這個地方的交通問題嚴重 地質問題嚴重 風場風向的問題都很嚴重 可是開發單位 都很多地方沒有進行好好的實測 在環評做成結論的最後一次大會 還有很多的委員都提出 這些疑慮跟問題 認為還不足以做成決定 但是台北市政府 為了護航立山林 就這麼草率的通過了 我們真的非常高興 就像近年來有很多的 站在人民跟環境這邊的司法判決一樣 高等行政法院再一次的 站在了環境跟人民這邊 這個給我們一個啟示 就是司法越來越有環境意識了 然後很多的事情就是要堅持 好我們堅持不一定有結果 但是不堅持一定沒有結果 告訴你們司法正義是要維護北投權益 不是回護政客的政績 也不是維護廠商的利益 曾經在公聽會裡面 當時是市長的馬英九先生說 北投欄車 蓋北投欄車是北投人應該 必須承受的苦 那哈龍斌當市長的時候 好不容易把北欄推進了環評 我們想說用法律的制度 能夠讓環評真正的落實 沒想到他心裡的話 可能是你要環評我就給你 但是怎麼樣 我還是要北欄 所以因此今天還好 這高等行政法院仍然有正義存在 讓我們成功的踏出第一步 也就是撤銷環評的訴訟勝訴 司法正義 撤銷環評 司法正義 司法正義 撤銷環評 撤銷環評